后轮跟脚的距离大小 拇指的幅度快能不能近 右边 这个车尾刚好都进来了 打满就得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石小凤 时隔半个月又开始来练这个科目了 上次就是没有考过 然后今天又开始来练几天练这个车 然后过几天就要去实战了 调镜子了吗 你调一下镜子 后面那个镜子是不是对的吗 看不见那个马马手 看得见了 看不见要看不见 要看不见了 对 刚好看不见 然后抽身在一半 抽身前后 这里往前往后推 然后抽身呢 抽身在一半没有 一半 抽身了一半 这样啊 差不多 这里哦 这里 到黄线 到黄线 打死后我们就看后轮 后轮跟脚的距离 哦 后轮 后轮跟脚的距离大小 大小大概多少 大概30厘米左右 这距离差不多 对 回一圈 回一圈 然后在这里呢 还没得再往后推点 然后快 看那个车轮不压脚 就可以打回来了 不压脚啊 啊 不压脚 啊 这个幅度 打得有点早 打得有点早了 再修多一遍 修多一遍 对 然后再打回来 冷静了就打回来 哦 然后车子再回正 回正 快速的回 然后再看一下左右的镜子 歪不歪 不歪的话就看停车点 啊 回射那个脚啊 到黄线 然后出来的话 看后视镜 后视镜 看车轮 侧点头看啊 看后视镜车轮 车轮出裤脚 再向右打死 啊 要侧点头看啊 侧点头看 看车轮 要出脚 不能在里面打啊 求啥 他使得看前面啊 看圆一些 看前面看圆一些 车子再回正 看圆点 看到前面 有多远 要看多远 嗯 回正要看旁边 肩膀对齐黄线 右边也是一样 看那个镜子的刹边沿 大黄线 好打死了 再看右边的镜子 实际上看距离啊 大概 车尾跟脚的距离 大概40厘米的时候 就要修一圈 啊 这个距离就要修了 不修的话 他就压到脚 然后这边看到这个脚 没有看 快要看不到这个脚的时候 就开始 打死 打死是吗 对 再往后退一点 你的 这个角度有点小 对啊 应该往这边再修一点吧 对 往左再修一点 好了 打回来 打马去 可以进吗 这个有点小啊 刚才退的距离太小了 看车子在回站 快速回站 不要看下左边右边 歪不歪 不歪 要看停车点 嗯 可以了 快回站 快速回站 不要给他歪了 歪的话 他就看点不准了 如果他歪的话 要提前点 打第一个点 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他就不用提前 第一个点很关键 不懂打碗了 后来这段黄线 是刚好挨的黄线吗 提前一点点 差一点 大概提前 你脚往后退一点 给我看一下 大概 到这个地方 5公分左右 5公分啊 啊 如果 如果打得太早的话 也倒不进去了 看好 第一个点也要看准了 要看距离 看距离 考试的时候可以停车吗 不可以停车的 停车扣5分一次 5分啊 嗯 这边是看 看他的轮子 还是看什么 看后轮 跟他脚的距离 大概30厘米 30厘米 那现在已经没有30厘米了 没有30厘米的话 再回多一点方向 往左边回 往右边回 对 回多一点 对 然后看这个幅度啊 那幅度 看好轮子的幅度啊 轮子的幅度 看能不能近啊 可以近了现在 可以近了就往左打满回来 左边的话可以贴点脚进来 只要不压到脚都可以 不然离得太宽那个脚 离得太宽那个脚的话 右边就危险 或者扫线 好 车子就立马快速回这样 快速 对了 好 看下来玩不玩 这样就看停车点了 黑色那个脚 好的 OK可以了 出来的话要慢点 要扯点头看 出来的时候的后轮出现 我才出来是吗 后轮出这个脚刚好出 不能在里面打 在里面打的话 它就太靠近 右边的话 它就不好倒进来 刚好出啊 刚好出 那像这样就可以了吗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刚好出 如果出太多的话车头会少线 嗯 所以要看准一点 好的 看圆些看直车折 会这样 这边 肩膀对齐就挺车 第一个点是跟左边是一样的 看这个 红线 打方向盘的时候 尽量打快一点 哦 打太慢的话 那个点就会往后移动了 右边的话看车身 跟脚的距离 右边看车身 啊 对 大概是死的时候就要修 那现在像这个 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进去啊 你看看 看不见脚啊 再打回来就可以了 哦 快看不到这个脚的时候 再打回来 对 快看不见啊 这个车尾刚好得好 可以进去 快看不到这个脚啊 从进去里面快看不见 快看不见那个脚 然后打满右边 这个车尾刚好得进来了 对 打满就得了 然后车子 看到后面车子 车子就回正 快速 啊 对 然后看上两边 歪不歪 不歪的话就做好 看停车点 好 停车点 嗯 可以了 这样我这种情况 应该太过这边了吧 没有过这个刚好的 刚 像这种停的话 就是比较好 好一把 好倒进去 就是说看点比较准的点 啊 如果你的车 这边太窄的话 你就不好倒进去 哦 好 这个肩膀对齐要停了 要推过头 车歪的话要提前点 不歪的话就按正常来打就可以了 好 看 进去刹边缘 然后12该侧头 该低头的话 就低头就看了 要 考试可以低头吗 可以低头 不可以伸头可以低头吧 可以侧头 哦可以侧头 不能把头伸出外面都可以 看好角度 只要不压到脚 看好这个幅度 对了 就这样子 要看直 看到后面 看面 后面车子 快速的回这样 回的有点慢了 都歪过来了 回的有点慢了 对 好 这样就回上 看停车点 出来要侧点头看了 坐高一点 看好处 好 看好处那轮子 快速回帐 反正在打方向的时候都要快速的打 方向盘 打完了就侧点头看左边 要看右边 看右边 看右边 那个距离 车尾跟脚的距离 看车尾跟脚 对了 大概是死的时候就回一圈 快看不到脚 或者看车尾能进去 不压脚就打开来 对了 就现在这个距离就可以了 这一次这个距离是正确的是吧 正确的 对了 一把 就能进去了 好再看一下两边的车身 不白不白 可以了 速度匀速一点 不要太快 就是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了 是吧 我的 对 一下子都冲上去了 那种 太远了 先看前面 太远一些 不要给它歪了 快速 这样的话要快速回 这样要不然车都歪过 另一点都不好看点 看不准 距离一大的话 一定要回方向 然后定定的看 这边就看这个轮子 对 能不能进去幅度 到了 走了 对 要退多的话 这边就变狂 那边就会扫线 扫线的话 扣100分去 到裤的话 车子快速的回正 快速回 然后在左右看一下 那个车尾歪不歪 歪的话 稍微 车往哪边歪就往哪 往方 往的方向 往方向少 白尾 把这个方向盘 打这个方向盘 对 把方向调 然后调转了 就看那个停车点 可以了 对了教练 我现在是什么 什么个情况 现在车速快了一点 要慢点 还要把点看准一些 那其他的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话 你就看好那个修的距离 其他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车速 还有一个就是 看准一点点 然后出方向 就这三个 嗯 对 其他的话 基本的还可以 基本的还可以啊 对 啊 那考试车 跟这个车是一样的吧 考试车跟这个车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对 一模一样的车 那好 反正你就按了这个方法 去开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这这今天到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吧 几乎上 嗯 这 到了都没 都还可以啊 都还可以啊 对 就把那些点还要车速控制好 都可以了 好 其他的话 再接再历 这次一马马的搞过了 过我要过才得吧 啊 那就辛苦你了 明天再来练 嗯 好的 明天继续 走了 回去了 辛苦了教练